在创作的历程当中 我们一遍一遍的去连结 把断掉的线 不管是补回来 还是留在那边 我们就一遍一遍的跟自己在练习 一点一滴找回自己 重新跟断掉的线连结的勇气 嗨 大家好 我是艺术治疗师 也是职商心理师黄轩文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字节性忧郁呢 通常它有两种 从秋天进入冬天 叫做冬季季节性忧郁 从春天进入夏天 叫夏季季节性忧郁 那通常是因为我们日照的关系所影响 体内的荷尔蒙啊 还有我们这些退黑激素不稳定 造成我们的情绪也不稳定 我不会说它好发在什么族群 因为大家都有可能会有 季节性忧郁的状况 就是如果说它是症 忧郁症的话 或季节性忧郁的话 它都是超过三个星期以上 所以其实我们人原本有一个 调试的一个系统 可是可能因为环境啊 或是压力啊 很多种因素的影响 它现在没有办法恢复那个弹性 我会鼓励大家寻求专业的帮助 因为专业的人可以协助你去判别 你现在的状况 它其实可以让你恢复的更快 基本上呢 艺术治疗跟资商最大的不一样呢 资商其实是用口语在做治疗 艺术治疗呢 我们除了口语之外 还有透过我们的媒材 给个案有一个无感的经验 从这些创作历程里面去探索 认识自己 一开始其实 艺术治疗我们不会为个案去选择 特定的媒材 那通常有个案比如说像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蛮多的媒材 流动性的媒材 触觉性的媒材 然后还有这些日常生活里面 可以看到的一些元素的媒材 我们会让个案就他当下的心情 去做选择 透过这些玩媒材的历程当中 然后去探索自己 诶这有可能是什么 是让他想到生活当中的 哪些经验啊 或者是哪些情绪啦 协助他练习了解自己的压力 然后发展自己调试的技巧 很多时候我们在作品里面 也会反映出一个人的状态 那治疗师不是只有在看作品而已 我们也会去观察个案在 这个创作历程的各个停顿 或者是意外 或者是喜好 那很多时候其实在这个历程当中 也不一定一定要做出成品出来 蛮多人其实在进行到一半 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 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我们是不是能够停下来 好好去感觉 休息 或者是不需要那么的完美 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急着想要完成作品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就是被要求一定要是完美的 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像编织的时候啊 就是线断掉了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断了之后 其实在我们人生生活里面 就像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 线也会断掉 面对断掉有时候我们其实蛮无力的 因为不知道怎么样找回那个连结 在创作的历程当中 我们一遍一遍的去连结 把断掉的线不管是补回来 还是留在那边 我们就一遍一遍的跟自己在练习 在这样子的创作的历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慢慢的渐渐的一点一滴 找回自己重新跟断掉的线连结的勇气 艺术治疗它也不需要你有太高深的技巧 它只要你不排斥创作本身 那你都可以进行 所谓的艺术治疗它不是只有那种很像 我要画得很好啊 一定要做成什么样的成品啊 这种叫做艺术治疗 其实透过牌卡的选择啊 这些很简单的图像的选择 也可以是艺术治疗其中的一个类型 台湾其实不管是医疗或者社福 或者学校都有提供艺术治疗 那艺术治疗需要有专业的艺术治疗师提供 台湾有一个艺术治疗学会 大家可以去网站上找 学会上面都有专业艺术治疗师的认证 你就能够在这些北中南的地图里面 找到每一个专业的艺术治疗师的联络资讯 艺术治疗还有一个特色是 它其实跟坊间的一般的手作啊也很不一样 我们强调的是这个历程 而不是那个作品 然后这个空间跟这个世界 其实就是为你打造的 不管是资疗师或者是这个空间 这个时间或甚至这个媒体 它全然是为你而存在 所以它其实疗愈性就在这里 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的世界 是我们要变成社会的角色 符合一定的一些要求 可是在资疗师里面 就算我觉得说欸那我不想做了 ok啊 totally ok 他没有对错 也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 其实就是在这些触觉跟视觉的探索当中 你慢慢的就会能够感觉到自己跟自己越来越接近 创作很有趣 就有时候他们会有意外 所以就觉得欸 这个 好像什么什么什么 那这种意外 其实就会打开你自己 就很像 我前面在讲 有时候 你换个环境 然后你的思考路线 就会变得不一样 你其实是可以在创作里面 另创你的一个小田地出来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